嘿嘿嘿 我小鬼道又来了 有粉丝指出我上去的错误了 现在的版本叫未明版 我之前还一直以为是无明版的 就算我们是僵尸也要多读书啊 学好数理化 走遍全天下 这和数理化有什么关系啊 本期我是僵尸第一官 采用这位粉丝的投稿 由于没有标注阳光术 我还是采用150阳光挑战 小鬼道的无限挑战 第三季 由于阳光术的限制 我们可以选择的僵尸有限 僵尸是我的最爱 宽幅僵尸 不行难过它直接爆炸了 这次我先自己上 排雷 然后再召唤可以反射子弹的铁门 还是被难过头炸死呢 你要不要试试撑杆啊 撑杆的话也只能撑杆一次 还是要被难过头炸死 这个战友无解呀 第一关挑战失败 第二关 还是150阳光 我们优先进攻第五路 相遇回最多 而且攻击值物最少 有第一次的话 一个路障一个可以搞定 路障加油 第五路成功通关 再去第一路排个雷 好像不行 因为第二路有三线射手 第一路我直接自己上就死了 那我们一只铁桶先把第二路攻破 然后第一路我自己排雷 再来一只路障就可以扛住羊桃的攻击了 幸好不是一板之下 不然这羊桃家伙就根本过不去 第一路通关 第二路因为有大嘴花 我们卡个时间车 第二路我们就可以通关了 第三路的话 一只铁桶就可以解决了 然后再补刀就好 第四路 我先做大嘴花 再来一只路障 这铁桶怎么不消失 它怎么还不消失啊 都穿魔了呀 兄弟 算了 直接上光光吧 这是个神仙铁桃 好了 我单挑玉米还是没问题的 通关 通关 小伙伴们投稿的时候一定要备注阳光树啊 那么小鬼头的无限挑战第三期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